好 我們來關心國會的最新現場 其實520已經是準備要到了 也就是代表說賴政府要走馬上任了 那大家很關注的其中一個議題 就是在能源的政策上 尤其是我們看到連日討論的核能議題 而在昨天的時候 整經濟部長郭智輝 他是低調的拜訪了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們 而根據委員的轉述 裡頭當然就討論到說 到底核電要不要來重啟呢 而郭智輝他的態度看起來 是相對比較開放的 他說確實他要帶回去來做討論 但是如果要開放的話 前提就是要多數人的同意之下 但是他也認為說核能是乾淨的能源 不過在今天經濟部被問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選擇低調畢談 我們一起來看 請問像昨天那個準經濟長 還有來拜訪的立法 我們現在對於核能政策你怎麼看 我想等一下會說明核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勸到 好 其實為大家這樣子解讀呢 也是因為說 包含之前的核碩董事長 童子賢 他同時也是民進黨的智庫副董事長 他就拋出說要重啟核能的相關議題 也被解讀說是不是在520之前要先替賴清德政府來試試水溫呢 看看大家對於核能的接受度到底是如何 而接下來呢 也會提出相關的這個綠能 以及相關的能源政策 好 另外一個還有在今天立法院 您一定要知道的還有就是在議場 今天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在野黨立委 他們是直接搬椅子 在外頭守候 主要就是因為國會改革法 在明天五月十七號 即將要進行表決大戰了 那他們就擔心說 會不會被民進黨以異暗海戰術來杯葛 所以在今天 以及昨天就已經是排班 輪番要來徹夜守候了 而且甚至還有國民黨立委 他是搬出了帳篷 就直接到現場 那麼我們早上看到他是 睡眼輕鬆的 因為從昨天的凌晨 一直守候到今天的早上六點鐘 等於是直接就睡在議場門口了 他們說就是要防止民進黨 進一步的杯葛議事 只是我們看到這一次 也同樣是藍白聯手的狀況之下 就被民進黨開酸了 他們就說這難道又是變成民眾黨 是國民黨的附庸嗎 我們一起來聽民眾黨怎麼說 也不要說看到人家在這邊 又做這種藝背動作 他們就在那邊酸眼酸移 民進黨慣用的手段是這樣 我講民主政治 國會殿堂 本來講究的屬人頭 那只要說我們藍白合在一起 議案通過的機率算很高 所以他們就會採取這些 藝術干擾或卑鄙之手段 確實當然還是因為屬人頭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這一次可以看到藍白有共識之下 他們一起在這個議場門口來準備 防止說民進黨有更進一步動作 那麼在在野黨立委更透露說 針對接下來的一些攻防 包含有沒有可能這個主席臺會被霸佔呢 他們也是有所準備的 而在今天下午立法院也將針對賴清德是否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以及報告的形勢是什麼 會有進一步的朝野協銷 我們將隨時來替您掌握 以上就是今天立法院的最新消息